全新六角形水箱護照搭配細長LED燈組 7月10本田才在美國發表大改款CRV 沒想到在日本市場卻傳出江停產的消息 Honda is simplifying its Japanese schedule by stopping the CRV 根據日本媒體報導 CRV在日本本土市場銷售慘淡 焦量也賣輸其他統計對手 跟在台灣國產修理霸主的地位 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傳出原廠打算停產 計畫由跨界休旅CRV來取代 滾動式的策略 其實是現在最能夠應對嚴峻的市場 但是日規的CRV停產 跟海外市場其實沒有什麼關聯 隨著市場滾動式調整 像是Infinity旗下Q60雙門跑車 也曾經在台灣販售過 隨著台灣今年四月停售 官方也向外媒證實Q60 將在今年底停產 在SUV盛行的年代 其他車型漸漸失去舞台 而電動車竟然也有停售的問題 台灣特斯拉跟進北美市場 13號無預警下架Model 3中階車型 2023年才會重新開賣 市場推測可能是缺料 或是交車期太長 全球車市接連受到金片荒 戰爭等衝擊 不管是停售還是停產 重大決策都是想將負面影響 降到最低 這樣因為許志雄不想太不倒